羊奶片牛乳片當然可以帶 但是你上課的時候就是不能吃 就是下課 那通常班長也會問說為什麼要吃那些東西 除非你有特別的像火糖 可能有些人滑龍附屬服 你吃那當然我們都不會去特別的去管治你 但那個火糖就不會是管治體 那如果你要吃其他 那就是對頭啊 你會說為什麼要帶那些東西來吃 OK 然後小黃卡 因為我們會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就會調查大家 何時打第一劑第二劑第三劑疫苗 那就是一樣會先建議大家 可以幫我們攜帶小黃卡在身上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小黃卡 那就請大家去下載健康APP 那邊也可以直接很快速的聊完 就是知道你們打第一劑第二劑第三劑的時間 方便我們醫務主去做一個管理 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打 那我們如果營區有多的疫苗 我們降了之前就可以開放給疫男打疫苗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那時候之前是疫苗有足夠的 那我們就會調查說 欸大家有沒有有需要打第三劑疫苗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小黃卡 才可以知道你們這個中間的間隔 有沒有超過他們所的規定 才會怕你們沒有超過幾個月然後就打 而造成副作用 自願去金門媽祖的時候 我們在10月4號的時候 10月4號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會問大家有沒有自願要去外島的 但是這個 這期間我們有辦法告訴你會不會開放 那以往我們就會開放金門 童湖媽祖這三個地方都會開放 但是這一梯會不會開放 我不敢保證 因為流路排排出來 再來人數也會有限制 人數多少的我也沒有辦法給你確認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要等到你們確定進來之後 司令部有明文的就是有公文跟我們說 這次有開放什麼地區幾個人 好比如說這次開放媽祖五個人而已 那如果今天有十個人要去 那我們就會在10月18號那天做抽籤 就是有這十個人就要去抽那五支籤媽祖籤 所以如果你沒抽到的人 你還是會去其他的單位 不一定是你抱了就可以去 這麼固執 有一個方式 你簽字願意就可以去了 外島歡迎你 自己簽 怎麼站 另外你為什麼覺得你叫那個 健保長出是不是需要戰勝 那如果你現在是 沒有帶子的 也就是說你是依附在父母底下 或者是說在去工作 也就是說你 你只要去做轉出 就是轉出的日期 就是我們的露營的那一個日期 那假設 你現在是有工作的 那你會工作到露營前最後一天 就是我們21號露營 會工作到9月20號 那就請公司在9月20號幫你們做三合一 也就是老化老會跟健保一起做退保 那不用帶任何的陣營露營 你知道你露營之後 部隊就會自動幫你們做加保的動作 所以請你就是直接帶著健保卡露營就可以了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